妈妈没能陪你过五岁生日 特别特别想抱抱我的女儿 这是一位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员 在日记里写下的 因为敢赴抗疫前线 这位妈妈错过了女儿五岁的生日 而懂事儿的孩子并没有责怪她 还录了视频叮嘱她平平安安回来 照顾好自己 也照顾好病人 好孩子 你有个好妈妈 好妈妈 你也有个好孩子 很辛苦 但很欣慰 我是儿子心中的大英雄 这是一位浙江金华民警 在连续工作72小时后 看到九岁儿子写的日记 《大英雄》后发出的感慨 和医护人员一样 大量的公安干警 也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铁骨蒸蒸的汉子 却因为儿子稚嫩的文字中质朴的情感 煽然泪下 难忍 哭吧哭吧 不是罪 看到队友肿胀双脚 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一位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写下的战地日记 其实他自己也是身心俱疲 其实他的双脚也因为长时间的战力 钻心疼痛 但他更为身边队友那肿胀的双脚而心疼 启约无一与子同袍 请每一位抗议的勇士平安归来 为了亲人的惦念 也费了战友的关心 最不想做的事是照镜子 已经不认识镜子中的自己 这是一位吉林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写下的战地日记 年轻的女孩有哪个不爱美 可为了与疫情战斗 她们剪去了长发 她们的脸上因长时间戴口罩出现了难看的痕迹和红斑 但她们是否知道 在老百姓眼里 她们永远是最美的样子 我会照顾好小患者 因为我也是位妈妈 这是一位隔离病房护士写下的战地日记 因为职责所在 她不得不长时间与两个孩子分离 她把自己的母爱 给予了隔离病房里妈妈不在身边的小患者 幼无幼以吉人之幼 她真的做到了 此刻起 爸妈一定寝食难安 这是一位云南支援湖北白衣天时写下的日记 尽管自己身在风险最高的第一线 但她最担心的并非自己的安全 而是怕家中的父母为自己担忧 自古忠孝难两全 但终究有国才有家 多少白衣战士像她一样挥别白发双亲 决然复战 因为病人也是别人的儿女 也是别人的父母 救了他们 就是救了一个个家庭 在对抗病毒与疫情的路上 我们愿意做个疯子 这是一位护士长 在战地日记中写下的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 让他们感叹自己看起来像个疯子 但他们心甘情愿 做这样的疯子 只要能早日击败病魔 进入怪兽的心脏 与死神抢人 这是一位支援湖北医护人员 在日记里对日常工作的描述 是啊 面对凶悍的病魔 他们的工作可不就是相当于 要勇敢地闯进怪兽的心脏 从死神的镰刀下 抢回一条条生命吗 万一我倒下了 他还可以接上 这是一位支援湖北抗议小分队队长 写在日记里的话 他们真的是在战斗 所以抱着必胜的信念 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时刻准备着前夫后继 去夺回病魔霸占的阵地 去插上代表着健康与生命的 红十字战旗 从ICU出来 脱防护服想拆炸弹 这是一位医务人员在日记中的自我调侃 看似轻松 实则沉重 正如他自己所说 做好这一步 不但是对自己负责 对家人负责 更是对病人和社会的负责 他们是病人的希望 如果他们因为小小的失误而被感染 战场上就会少一个白衣战士 他们本以疲累的战友 就要再多承担一份责任 所以他们必须谨慎小心 绝不能倒下 祝每一位战士平安 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才能更快打败病魔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